大家好,我是Walker,歡迎來到WalkerLong 《太空小五二》一套1976年4月至12月 在日本播放了36集的機械人動畫 當時玩具界的大佬之一Takara 就想到用磁石來做機械人的關節 因著這個概念發展出四套不同的動畫 而這四套動畫,香港也是有播過的 分別就是金剛飛天鑽、無敵巴拉達、陰陽電磁盒 和這套《太空小五二》 《太空小五二》是龍之子製作公司 第一套清清色色的機械人動畫 而他的幕後班有很多名字 大家都不會太陌生的 首先監督他是廖海永恆先生 他說真的,我就未聽過 不過,看回錄片,很多作品我們都看過 我自己最喜歡的是他的《太陽之子》 其次我想《基地88》、《破裏拳》 又或者《實用非英盒》的電影版 很多師兄都會看過 人物設計當時還叫做天野家校的天野喜校老師 機械設計是無人不識的大海原邦男 而當時還用真名副野起行的副野大臣 也有參與過不少的集數 故事的五位主角 楊子、細豪、泰吉、五名和小佐 其實他們只有十五歲到六歲不等的小朋友 他們平時放學沒有東西做 到處去歷險玩 有一次當他們嘗試挑戰這個出名空險的奇岩島的時候 他們的船就遇到了意外 然後就發現原來這個島裏有一個秘密基地 建立這個基地的是丁線博士 原來在30年前 丁線博士已經預言了 有一天地底魔人會上來地面 襲擊人類 可惜當時沒有人相信他 而丁線博士也屈屈而終 那時之前他就建立了這個基地 和一個三十米高 二千噸重的機械人哥頓 他也將自己的精神注入了在哥頓的電腦裡 靜待時機 順理成章 五位小英雄就擔當了這個重任 駕駛著哥頓去抵抗由容岩大王派遣的沙漠人兵團 保衛人類的安全 太空小五二有幾個特別的地方 首先 他是第一套非常少數的機械人動畫 他會用女生來做主角 擔正做隊長 當然 他三隻可能有這麼多滑稽 亦都非常密實 絕對不會有什麼搖宇 絕對領域 那些殺必勢的場面 但是 以當年的標準來說 他是微少女 所以到今時今日 你還會看到有些老粉絲 特意去截輯一些洋子的場面 放上youtube 去懷免一下他當年的英姿 他的魅力 你可能會以為這套動畫的氣氛 是那種人速無害 好像小雙俠那種動畫 但是其實不是 雖然那幫主角是小朋友 但是地底魔人那邊是禮真的 很多時候會令到我們的主角 身陷險境 都很緊張 有時候看看 我會以為會不會五個死敢過 其次因為地底魔人 是很喜歡用天災人禍 來攻擊人類 有很多地震 海嘯 火山爆發的場面 都幾慘情 很多生離死別的故事 最後 雖然他也是一套很經典的機械人動畫 有一個每個星期一隻怪獸的構圖 但是 他不是每一次都很快樂 譬如有一次 他們要在地底魔人手中 拯救一個重要人物 到最後 成功拯救他出來 送他上飛機 回家 打算大團圓結局 誰知道 臨完牆幾秒鐘 突然聽到噩耗 原來整架飛機 就被地底魔人打了下來 令到主角非常之沮喪 失望 而那一集就這樣完 在座這些元素 我覺得 太空小五二 都可以說是一套 意識助理 大家對哥頓的印象 可能都是肥仔 毒 笨重 但當你理解了故事的設定之後 就會更加明白設計的內由 太空小五二是一套1976年的動畫 但是機械人是30年前的製品 即是說哥頓是一件1946年的古董 本世紀初有一個新科幻流派的名詞 叫做Diesel Punk Diesel就是擦油 Diesel Punk就是形容 你拿回後工業革命 大概第一次世界大戰 去到50年代那種工業美學 科幻之後得到的視覺效果 這樣說可能不太清楚 但其實日本動漫有很多現成的例子 最經典的應該是龔其進的 《高納的未來世界》 較近排的應該是村田連儀老師 他可以說是Diesel Punk的死宗 但是1976年 大學元邦男已經聞到一股脫 因應故事的需求 而設計出充滿Diesel Punk味道的哥頓 大師就是大師 沒話可說 可惜有少少生不奉事 當年與太空小五二打對台的是巨靈神 變成一直的收視都不算太好 不知道是否因為這個原因的關係 到中後段突然之間有一個很大的轉變 首先一直與五位主角打對台的馬菲露將軍 終於被他的老闆、熔岩大王 拒絕了 你經常都輸 我頂不住 他就死了 另外製造了一個獨立家將軍 由這個時候開始 就連地底魔人那邊 都有些比較鬥趣、滑稽的鏡頭出現 另外一個更大的轉變 當然就是哥頓受了一次重擊之後 電腦就消失了 丁線博士也再無現身 五位攝影紅就要自強起來 就利用了哥頓體內的工廠去製造一些變形的部件 就是大家所熟悉的哥頓飛龍、哥頓飛虎、哥頓鑽地鼠和哥頓飛鷹 究竟是為了滿足這個玩具箱的要求 還是為了挽救收視呢 我就不太清楚了 但是總括而言 那個作畫的水準算是平穩的 而劇情一直都可以說是緊湊的 以當年的standard來說 我覺得韜小吳儀是一部水準之作 今天就講到氣玉 出了觀圖之後 大家反應都不錯 多謝Post Plus的主腦阿Lu 就拿他上來和大家分享 我是Post Plus的阿Lu 是主於設計師 我發覺出了觀圖之後 反應是 我有一點預料不到這麼熱烈的 我看到自己 例如吹水的WhatsApp Group 或者是Facebook 都似乎喚起了很多人的回憶 我想問一下你對於當初 為什麼會選擇這隻公仔來做 其實Post Plus 就是選擇這個角色來做 有幾個原因 第一樣就是Post Plus 一直都是喜歡選擇 香港有播過卡通的作品來做 大家比較有情懷 小時候看過 香港人的文派 是的 第二樣就是Post Plus 我們都是會選擇一些小眾的角色來做 就是 例如哥盾 其實他 有很多人看動畫都會記得 但是他又不是一個很大陸的角色 即是很舊 舊 沒有太多產品 我們都會去試一下做一些這樣的角色 第三就是選擇一些市場上 可能未有些高規格產品出現過的角色 那變了就好像一路以來 如果以儲開這些合金玩具的規格來說 總是好像欠了一個 就是欠了他一隻這樣的尺寸的玩具 第四就是我個人的原因 就是都想做一下一些變形以外 即是變形合體以外的客人設計 即是累積一些不同規格的產品的經驗 那另外一件事我想八卦問一下 即是趁有行家在這裡 我們可以以玩家的好奇心 想問一下 那譬如當你有了這個idea 想做太空市這麼容易過的時候 那你首先要聯絡licenser 看看他放不放出來 還是要畫好圖 有了整個project 才去present給那邊的licenser 其實就一般呢 首先要認識那個licenser 即是要合作開 吃個茶喝個飯 Gordon是龍之子的 龍之子之前都有合作過不少產品 黃金合作龍之子 做他這個character的時候 就可以先跟他們那邊談 然後就要做一份企劃書 可能有些初步的概念 什麼尺寸 什麼樣子 價錢 各樣去給他們 如果版權方沒有什麼太大衝突 或者沒有人在做 或者沒有什麼其他特別考慮的 就可以繼續開發 過程又要一直給他們看 跟動畫近不近 有什麼地方要改 其實你根據什麼參考資料 其實你根據什麼參考資料 龍之子那邊可能已經有一疊 就是那些 我記得你很適合 那些上來 那些 或者是show給觀眾 這些就是官方資料 這些就是官方資料 這些是官方的資料 其實他們都有提供一些 就是當時動畫的 就是會頭參考資料 這樣的樣子給我們 因為本身呢 Gordon的參考書 就是市面上 就只有一本 就只有一本 有這本 有的嗎 這本是龍之子的 有他三個主要的IP 這個 高拉騰 高迪安 以及Gordon 但是這本都不是說 十分之資料 十分之差 我看到他好像都是在Manderlake 買回來的 是啊 有的價錢放在後面 哈哈 Manderlake 還有買 哈哈 其實每次去日本 除了King License 之外 就去Manderlake 運作爆書 是啊 最開始決定做 我自己的那個keyworks 我就會說是戰艦 嗯 因為他跟同期那些機械人 最大的分別就是 他的定位 就不是單純的一個戰鬥機械 其實他是一隻母艦的概念 就是戰艦 你看他有很多鐵釘 包括這個空口圓位 其實都是很有船的感覺 像一隻船 加上他在奇行島出發 而且重點是他有艦載機 尤其是紅色都是船 藍底紅 藍底紅 沒錯 所以我自己第一個的關鍵字 就是我希望做到一件 比較接近戰艦的玩具 我看到官圖的時候 我多怕你沒有弄鍋釘 因為在Facebook那些細圖 我看不到 鍋釘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沒錯 然後就要重 要大 另外就 因為是戰艦 希望可以揭回一些來購看 因為玩戰艦 其中一種很開心的就是 看他裡面的來購 因為類似玩玩具屋子那種感覺 對 尤其是他的艦載機 格納庫是很重要的設定 這個是一個很希望做到的效果 然後就是 希望造型比較懷舊一點 這件事是在做戰國魔神 開始有種種的取態 就是希望大家看著它的時候 感覺好像一些懷舊造型的玩具 但是又有意外的可動性 這個就是P加的開發其中一個目標 挑戰 開發圖中有什麼你估計不到的難處 最早開始是造型開始已經有些困難 很直線 然後又有些很奇怪的透視 但是它又 首先我們又希望盡量跟回動畫的造型 但是實際上造過出來 立體化之後又有些少不平衡 最後的取態就是拿了一種 近似懷舊大膠 即是朗膠的感覺的造型比例 再跟電視的動畫再平衡一下 就出現了現在這一個造型 花了很多時間是頭 頭是大小的 比例 所以現在一看下去 其實如果不說 其實是有少少很狼狡的感覺 是 除了這個造型之外 我們就在很多地方做了一些內銬 例如肩膀 揭開會看到這些細節的位置 頭是可以開的 因為頭部是 動畫裡面是他們主要的駕駛艙 也是藍橋 丁線駕駛 也是他們在橙色的位置會投射出來的 所以我們也做了那個內銬 亦都做了一個透明眼的PACS 即是透明眼PACS 可以換下去 到時如果你自己可以打燈 你可以見得到裡面的座位 你暫時沒有亮燈的功能 暫時沒有亮燈的功能 暫時沒有亮燈的功能 但現在好像有些很方便買到的 不用駁電線的燈是可以自己做的 空口是其中一個 藏到戰車 中文是叫什麼 我找到的資料叫做 專地戰車 專地戰車 這個可以說是男主角 細豪 所以特別型的 是細豪的專用車 其他這些地方 我們都預備了一些內銬 Booster 其實都是有它的內銬在裡面 這些開殼 即是可以展示到內銬出來 你怕不怕容易脫掉的時候 為什麼我們沒有做到全拆呢 因為兩個原因 第一個就是剛才你說的 如果我們做正面全拆的 很大程度 你一玩 尤其是關節緊 一拍它就可能會跳殼 整個殼會跳出來 就丁丁丁丁丁丁丁 就在裡面 這個我們不希望發生 所以我們只是在可以做到的地方 先去追加拆殻的部分 第二樣就是 始終定位是戰艦玩具 概念上又不是機械玩具那種要做完全Hedge Open那種方向 所以就是保留你可以局部拆開來看一看它裏面 但是又不影響你玩,不影響把握手感 所以現在的取態就是這樣做 所以我們都特意選擇那些位置來開 例如有些地方可能是正面這個其實裏面有個按鈕是按開來開的 在這裏中間裏面有一個鎖 跟著下來就看一下那五架飛機 空口就是剛才看過了 那就是那架專地戰艦 看到你相識很足喔 是啊 這個是可以動的 是啊,可以動的 揭開就會見到這隻 主角的 這個好像是魔鬼魚戰機 魔鬼魚戰機 好,這個是劍魚 潛水艇 這個是機車鞋 鞋型戰車 最有趣是這隻 是啊,我也想說 因為它在動畫中可以動的 這隻也可以動的 不過這個版本就讓我瘋了 大火是可以動的 然後這個是龜形坦克 龜形坦克 我當時也在想這個能不能動的 因為它經常在這裏蹲著東西 另外我們有個台座 這個台座除了是台座之外 它也是它的必殺技 是 那兩個波頓結球 那兩個波頓結球 配合一個波的中間那一部分 可以將它們這樣 插進去這裏展示 嗯 那就可以將它們五輛這樣展示出來 哇,其實這五輛車仔的上色 真的 頭不頭痕 頭痕啊 最後就展示一下這裏的可動 是 它最標準的就是這個 是 那個鐵球 是 扔出去 扔出去的時候它是這樣的 我們就特意好像手這個位置 因為它有一點像蛇幅的設計 是 所以我們就做了它有個 轉動 轉動 是分層的 咦 這樣啊 可能要展示一下 要展示一下 它的轉動是有一點 是逐節做分層的 哇,很厲害啊 其餘的就是標準 那盾大家不要問我 拿開動手了 哈哈哈哈 是沒有的 是沒有的 根本上沒有這回事 根本上沒有手指 根本上就是這樣的 那 講回動畫 其實有件事是很意外的 是 動畫裡面 其實它是格鬥機來的 是啊 雖然動作慢一點 是 但是它有一兩集都好行下的 粗得 它除了手射飛彈之外 很多時候都是用劈掌 還有大量的劈腿的攻擊 是 是 很意外的 它的身形來講 不知為什麼它可以這麼靈活 不是很明白的 是 那 我們有一罐 Hospers一定有屈腰 哇 要展示給我們 有屈腰 有屈腰 有轉動 也巧妙地利用了分割 這裏就是類似前魂甲的設計 它也是很標準 我們一定會有活動範圍 摘馬 摘馬 摘地那裏也是可以做到很誇張 我很希望可以做到一件事就是 你 站直去擺 去擺 還有設定了帖子去擺 之後 令你覺得是兩個不同的產品 是 這個是 做這個項目裏面其中一個 你連頸也有低頭的角度 是啊 頸因為它有向上揭 也有一個比較大的範圍 所以它可以做到 大家現在很喜歡的那些 向下望 形仔 明明是肥仔的設定 但是有大張正記那樣的姿勢 我隨便現在這樣留一下 我真的希望做到的感覺就是 你認不到它是之前站直直的 可以變成買一個玩具 可以有不同的感覺回到你 還會附屬一些藍牌 是 我見到官圖有人仔 主角那些透明牌仔 是啊 其實就是想做到可以 給大家 就是提醒大家 在動畫裏面的場景是怎樣的 例如打開頭 我們可以把主角群的五個人仔 插一個牌在這裡裏面 可以重現動畫裏面 他們在這裡裏面 官圖有的 大家可以回去上網 另外有些就是可能打開這裡 我們除了剛才有輛車 會有個牌是男主角的 close up 就好像以前那些動畫分鏡 就是 有輛車在這裡 然後旁邊有一輛是 close up 的 就是 就是給予一種動畫的那種落場感 這也是我們會在產品裡附錄的 即是有沒有什麼配件或者效果呢 是想做到 但後來可能因為技術或者預算的原因 是沒有加到下去的 就是有兩樣東西 個人是想做 但是就有些遺憾 這次做不到的 就是第一就是剛才提過 就是可能一個發光的頭部 就是著燈的頭部 其實都想做 不過這次也是成本問題 第二樣就是一些效果件 是呀 這個反而我也想出來會不會做呢 就是 都想做回它首部的效果 飛彈壓 但是又是礙於成本問題 這次就暫時未能夠做得到 希望有機會可以在後續的發展 可以跟進給大家 那這次就沒有考慮到變形的可能性了 開發的時候 是有預留做變形的空間 所以其實現在這隻的手、腳 其實都可以的 不過 始終大家都明白 剛才都說 尺寸會比較誇張些 肯定是飛龍 以我們現在來說 都是要推出的產品 是很吃力同菌 要看市場反應 有沒有這樣的空間 去用一個這樣的產品 如果可以的 我們都希望可以做得到出來 就是說如果反應好 就可能會做到飛龍 對 而當做飛龍的時候 就應該會配合那個 發死光飛彈的效果 通常應該是這樣算的 我幫你想想 其實不止的 因為本身這五輛的車仔 其實他們動畫裡面都有很多表現 是啊 是啊 例如它有些 gimmick 是可能 例如 飛鑽頭 飛鑽頭 例如烏龜坦克 它的鑽頭可以前面再生 一個 是 然後魚又可以打開 就是有些其他的 features 但是當然 因為這樣的尺寸做不到 當然 那會不會說 可能有些換件 或者效果件 就是去給這五輛車 這些我們都想 我也想做 但是當然 都是要看一看 就是用這五輛尺寸 就是這五輛車 但是這麼小隻都做 做一些換件 去呈現動畫裡面的效果 但是後來就放棄了 會不會說獨立 這五輛都做回大小小尺寸 是啊 因為以前五輛有 是啊 這個也是 看看大家有多喜歡哥頓 但是你心目中是怎樣 是五輛分開賣 還是一隻賣 其實產品規介 就很富裕自由 是啊 市場的接受能力就很狹窄 其實都是那個問題 做就不是難 但是市場能否接受到 成不承受到 才是最大的課題 所以 怎樣都好 這隻哥頓都希望大家支持 我們能夠放到下去 心血都放到下去 都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關於這個 大約是這樣 今天呢 除了介紹Post Plus的這隻哥頓之外 你還帶了一些東西上來 我覺得很大面子 對於我來說 對於你不是 其實你們的 可以說是有公司 是啊 我受人所託 我先放一下 我先放一些位置 放在我這邊 今天也帶了Action Toys 接下來會出的 接下來會出的 Mini合金系列的哥頓 你們是否兩個合起來 其實就沒有任何溝通 沒有任何溝通 去到差不多我們宣傳 我們才知道 原來他們都差不多時間了 這個應該是第一次有個灰帽 沒有擺出來的 是之前應該沒擺過灰帽 你也是今天先收 就是他借給我們 我剛剛看到 他比我想像中大隻 是啊 這個是Mini合金系列 所以是 很開心的 他們這個系列 主打是那個 Megatranger 變形 那幾個款 他也借給我 今天可以拿上來 今天可以拿上來 好 感謝 那 這個是Gordon Frey龍 Gordon Frey龍 就這樣輕輕量度 都有27cm左右 27cm 就是差不多一把尺這麼長 是啊 都很長 就是比我想像長 那你想一下 如果你這隻要做Gordon Frey龍 其實是個Body的四倍 那麽上下 是啊 那麽上下 好可怕 那就是有 飛虎夠大 是啊 飛虎 好帥仔啊 是啊 他是一套 有四個 我得到的資訊 就是他們是會做 那四個款 啊 但可能是一套套賣 怎樣賣 以及推出的價錢 各樣的那些 就未知道 這個是轉地鼠 應該 對 那放在這裏都幾開心 那暫時就不能把換了 但是這個是灰母 是灰母 我們其實沒有跟新胎去夾過 但是正好現在出來的情況就是 我們那個就是大尺寸 玩內購 其實嚴格來說 你可以當他是初期刑 是 沒錯 二十多集 對 對 才有這些 大破 之後才開始 用個三尼打人 去做那個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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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個肚腩那裏 對 對 工廠 現在這隻就是 就是 Action Toy 主要是做那個 MegaChanger的玩法 所以如果想同時享受到 初期營和動畫後期設定 collect them all 就可以滿足所有的願望 好嗎 不要緊 不要緊我再來多一下 再來多一次 這樣吧 這個產品 大概幾時 變街 現在就想找訂 我們就希望是來年 第一 第一季 下一年年頭 下一年頭 過完年回來 即是 三月 四月到這些時間 最後 就給我一些時間 說說 posts 大家都在One Fact 見到,我們公佈了未來的Title 是宇宙戰士,Rudius 還有一個香港都是有過國的,《赤光彈之利安》 這個我不太熟悉,但我都見到網上很多人都 想不到這隻都出,是不是都是你個人的偏愛? 《赤光彈之利安》大約是80年代,90年代初到的時間 就是我自己本身很喜歡的動畫 因為設計是頗另類的,有點軍事 但他又不做巨型機械人 他就很現實地去做機甲服,變形三輪電單車 因為當時是很流行裝甲服的車發生在後期 我很喜歡變形機動電單車的設計 所以加上他又主要是用槍 又有三款槍,可以組長椎、短火、機關槍 即是說你會組齊呢? 要視乎出不出一齊這麼多角色 但是我自己很喜歡 好像沒有出過任何,除了當年 好像沒有任何品牌有出過這個動畫 近年唯一只是出過女主角Apple的PVC Figure 機械玩具那些這麼多年都沒有在實 曾經有公佈過的 不過很可惜就沒有成功速度 我自己接了手 希望這個IP可以出一些新的玩具 但是它是不是都是這個系列呢? 還是是一個新的? 我們還在考慮,因為始終這個類型很不一樣 放上去很奇怪 所以我們還在考慮怎樣去定位那個產品的波特拉 但是都是會在Postbus的底下出面 所以都是會有那些,大家看到Postbus有的元素都會在裡面 那麼宇宙戰士,香港當年也有過過的 又是有些遺憾,就一直都等不到一個比較高規格的產品 所以我就選了這個character來做 今次這個設計都是會做大家見得慣的 就是完全變形高可動規格 大家希望聲目以待 接下來還有銀螺旋風 銀螺旋風就來年了 是沒有了嗎? 不是沒有了的 我變形熱購做到的嗎? 做到了 做到了嗎? 我一直都想怎樣做呢? 只是因為今年疫情問題 所以一些project都有陽光的滯口 還有可能大家都會問,勇者王 勇者王都會很快就跟大家去公佈一些詳細的銷售資料 給多一點時間,我們的開發團隊 勇者王會是夏年見街的? 都是夏年見街的 大家密切留意一下那個產品的更新吧 那麼功夫漢就應該 功夫漢呢? 首先要多謝大家的支持 那麼這個項目是給我們 就是預想中都要順利的 是 會在今年的年尾 是 跟大家見面的了 就是這個產品做 那麼多謝大家 就是對我們很大的支持 那麼 希望可以在聖誕的時候大家可以 我記得去年你好像是趕聖誕的時候 是嗎? 是呀,銀羅列峰 是呀 那次你每次都是你 說的是銀羅列峰 什麼事呢? 大家都會見到 是呀 公佈了銀羅列峰的座架 伯仙伯 其實這個概念上 其實都是基地來的 因為他本身都是戰艦來的 所以都可以跟銀羅列峰配合來玩 本身是獨立的 其實當年也有玩具 其實當年也有出過玩具 其實算不算是對比例的 因為他那個電單車走出來的時候 他是自己放大的 是呀 那其實那隻戰艦和 你之前推出的銀羅列峰 可能可以叫做是對比例的 其實在動畫裡面 其實他是有站在上面的畫面 就是他變大了之後 他本身是戰艦形態 接著就射了飛機 然後他就變了一隻鳥 然後他們合了銀羅列峰之後 就站在上面 就像一個左旗 就像截戰機一樣 對 所以應該可以叫做對比例 可以叫做對比例的 是 我們都附送了 就是小尺寸比例的電量車 那一隻都希望大家可以多支持 始終我們都是第一次做一些 叫做非主角的配件 希望大家都會支持一下 讓我們可以 產品線再闊一點 其實做開發來說 就很多角色 我都很開心的 當然市場能否成熟到 就要看反應 我們都盡我們的努力 去盡量把多些產品 帶給大家 就是這樣 來年的Posts 都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今天就差不多了 多謝Lu你上來 帶了這個 我想大家都非常之 就這樣看已經很渴望的Gordon 還有很多隻Action Toys 非常感謝你們 希望市場會支持 未必是有玩開的老粉絲 突然間一看到 就換起了某些火 就會去玩合金玩具 希望你們繼續努力 向著這個對的方向走 那好吧 多謝你 下次再見 各位 拜拜 是的 其實現在在Posts.net的網上 我們有AR的功能 你只需要按AR的按鈕 就可以在智能手機開鏡頭 你掃回桌面 它就會將自己1比1的放在桌面上 就像這樣 那我跟它放在一起 即使你未見到實物 或者沒機會出去看實貨也好 你都大約知道 放在桌面是甚麼尺寸有多大 那還有Gordon 我們還做了一點心思 就是 如果你有心想 Zoom去很近看 你可以看到裡面 看到裡面那幾隻 車的內構是怎樣的 你看到 是放在這裡 這個是一個 即是現在 在Posts.net 一個可以玩的一個應用 暫時有就有 Gordon 天威 還有 接下來 都會做一個AR給大家 即使 不方便出外 我都可以在家 只是玩一下這個 都可以試一下 擺下櫃是甚麼樣子 這個是挺有趣的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利用這個功能 詳情多些去Posts.net 看看 多謝大家